在地艺文消息 出身花莲的文学作家陈克华 发表新书戴着口罩唱歌 而另外花莲在地音乐创作者 郝力夯也推出了 《遇风而行!风猎人》的新专辑 而花莲市公所为了支持 在地优秀的艺文创作者 也特别为这两位艺文创作家 来举办了联合发表会 一起来感受艺文生活的美好 戴上口罩 和世界格出了所谓的安全距离 市长魏家贤亲自朗读陈克华的诗 《爱在疫情蔓延时》 市民代表韩林梅 也以一段瑜伽表演 呼应陈克华的瑜伽这首诗 而原住民的音乐创作者 伊好利夯也现场演唱 让大家欣赏到浑厚嘹亮的歌声 这是花莲市公所为在地艺文创作者 所举办的联合发表会 市长魏家贤用行动支持在地创作者 希望大家可以走进文学和音乐的领域 感受生命的美好 那今天我们也要特别的赞许 我们在地的作家陈克华老师 跟音乐家伊好利夯 我们原住民的音乐创作者 那其实在花莲有非常多优秀的创作者 其实一直都缺乏一些舞台 让他们能够给世界看到一些机会 那我们今天也跟我们图书馆 来做相关的结合 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发表会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花莲的美好 跟花莲的创作 那在此花莲市公所也会积极的推动 各项我们创作者的一些艺文的部分 让更多的全台湾的乡亲朋友 能够了解到花莲在地的艺术 那也了解到花莲在地的诗人 那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诗人 也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被孕育出来 我们花莲市公所会全力的支持 也希望更多创作者能够继续努力的创作 文学作家陈克华发表新书 戴着口罩唱歌 圆明音乐创作者 一毫立夯 出版《遇风而行 风恋人》新专辑 一个是温暖深情的诗集 一个是浑厚嘹亮的音乐 在后疫情时代发表这两项专辑 让大家紧绷的心情可以获得舒缓与安抚 花莲市公所也典藏了陈克华的书 和一毫立夯的专辑 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优秀的艺文创作者 也鼓励乡亲一起来亲近文学 享受音乐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